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匹利亚能比铁杀罗利加能更公正,这意味着什么? 尼尔今天中文版的德国圣经将续集《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一到十五节 下面我们先阅读一到九节 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飞坡里,亚伯罗利亚来到铁杀罗利加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述藏的归籍进去 一年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实力复活 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得寸 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拉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 遭遇了些市井肥类,大祸成军 笋动合成的人创进耶稣的家 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找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关那里 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的 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 说有另外一个王,耶稣 众人和地方关听见这话就惊慌了 于是取得耶稣和其余真人的宝传就示范了他们 那么保罗,希拉和提摩泰离开了菲律比 从第一节的人称代词变换来看 路加比没有跟着他们一起走 也许他留下来帮助这些新的基督徒成长 他们三个人就继续前往接下来的两个城市 就是安非波里和亚伯罗里亚 那么第一个城市是位于菲律比西南约50公里处 亚伯罗里亚位于安非波里西南的43公里处 马其顿的首都铁撒诺利加 距亚伯罗里亚以西56公里 这意味着保罗,希拉和提摩泰 自离开菲律比以来总共走了约150公里 这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旅程 那么作为马其顿的首都意味着 这是一座比较大的城市 保罗接连三个安息日都去会谈 讲述关于耶稣的信息 同样里,他通过犹太人熟悉的旧约经文 来表明耶稣是基督弥赛亚 正如先知所预言的那样 必须为世人的罪而死 并在第三天复活 那么有些人就被说服了 铁撒罗里加的地方教会也就诞生 但那些不相信的犹太人 就召集了一些恶人暴徒 串入耶稣 他是铁撒罗里加的基督徒之一 串入耶稣的家 在那里找不到保罗 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关那里 说那些搅乱世纪的人也来到了这里 而耶稣则庇护了他们 这条地方官员惊慌的消息就是 他们说除了凯撒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王耶稣 他们就声称这违反了凯撒的法令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耶稣不是那种地上的国王 他是一位从天上统治的属灵的国王 但对于罗马政宏来说 这不应该是一种威胁 但是铁撒罗里加城的统治者 不想听到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城里发生 因为这可能会引起罗马当局的注意 所以他们就从耶稣和其他那人 拿走了丹宝 然后让他们离开 为了保罗和希腊的安全 他们就需要暂时离开铁撒罗里加 下面我们继续读第17章的10到15节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腊 往霹里亚去 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谈 这地方的能贤于铁撒罗里加的能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得道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但铁撒罗里加的忧太人 知道保罗又在 匹里亚传神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 损动脚脑众人 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 希腊和提摩带扔住在匹里亚 送保罗的能带他到了雅典 进领了保罗的命 叫希腊和提摩带 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 那么我们看到保罗 希腊和提摩带 从铁撒罗里加来到了匹里亚 匹里亚是位于铁撒罗里加以西 约64公里处 同样保罗按照他的 传道的摩斯进入 犹太人的会谈 向犹太人传道 那么在第11节说 匹里亚的人 比铁撒罗里加能更有公益 这使得一些人相信 路加在这里说的是 匹里亚的基督徒 比铁撒罗里加的基督徒更好 说匹里亚人每天查稿圣经 同时就暗示着铁撒罗里加能并没有 那么这种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脱离上下文 其余部分来阅读这一节经文的问题 路加在这里谈论的并不是匹里亚的基督徒 并且天天查考圣经 要看看保罗所说的是否事实 铁撒罗里加的一些犹太人 在保罗传道之后就相信了耶稣 而在匹里亚 许多犹太人也相信了 保罗所传讲的信息 来自他们所拥有的经文 匹里亚人似乎比铁撒罗里加能 更愿意接受上帝的教导 造成差异的是 愿不愿意去学习和研究经文 那么在今天也是如此 当我们出去教学时 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人的反对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愿意坐下来 敞开心扉 研究学习经文 神就能够使能悔改的 那首先是我们必须要打开经文并学习 那么这个关于更加公正的短语 与比较匹里亚的基督徒 和铁撒罗里加的基督徒无关 那么意识到路加实际上在谈论谁 是我们自己学习圣经的一个重要教训 就是在节语下结论之前 一定要阅读整个上下文 那些铁撒诺利加不信的忧太人 听到保罗在匹里亚传神的道时 他们就来到那里 继续煽动群众 他不仅导致忧太人 希望保罗离开铁撒诺利加 他们还希望保罗离开他们所去的任何地方 匹里亚的弟兄不想这里发生骚乱 所以就决定送保罗 进海路前往雅典 因为匹里亚和雅典之间都是山脉 西达和提摩泰暂时没有陪着保罗去雅典 能留在匹里亚 当保罗抵达雅典的时候 那些护送团离开匹里亚的人被告知返回 并派人去接西达和提摩泰来到雅典 然后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